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 周小長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 和碗塗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ealing.com.h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看元網台的自然療法於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療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化的人生 Hello 元醫生 Hello,Diana,你好,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我們今天會說說多用途的洋蔥 元醫生,洋蔥經常被人的印象是 就是用來殺菌,可能感冒的時候 會多吃一點,其實還有什麼功效 其實洋蔥呢,大家都不會陌生 知道肉質比較油嫩一點 有些人喜歡生食 嗯 那生食呢,感覺有點辣味 那通常呢,大家都知道 煮食裏面呢,很輕用洋蔥的 是的 那洋蔥呢,原來呢,它的營養價值很高 那也都被稱為是蔡宗的皇后 那大家知道,除了洋蔥呢 很多人,我們做什麼? 對清血管 嗯,是喔 洋蔥呢,會通血管的 那所有人會多吃一些洋蔥的 那也都有一些人呢 就剛才打印你所說 那些人來雙風 一般雙風呢,他就會吃一些生洋蔥的 是 那在我們的自然療化裏面呢 過去我可能也有教過大家呢 就譬如有時那些嬸仔喜歡鹽 嗯 還有痛,喜歡鹽很痛的 但是又不是很危險的 但是很痛的 那通常還有些什麼可以做呢 那在家裏,如果什麼都沒有呢 那你就可以嘗試呢 就把洋蔥切開了之後 是 那一部分呢,就是在熱爐那裏去焗它 嗯 你把它焗熱了之後呢 就把整個切片的洋蔥呢 就吸到耳朵那裏 是 那它有個熱的本身呢 熱氣呢,還有洋蔥的本身 那些殺菌的能力 嗯 那也都可以幫助呢 沙蚊仔的中癮炎啊 嗯 這些這樣的症狀的 那好了 那這些我們常想得 一般想得到 那如果大家認識同外療法呢 都認識呢 在同外療法裡 有一個洋蔥這個療劑的 哦,是呀 洋蔥 那就是通常什麼呢 那當然是醫的那些傷風 流鼻水那些 嚴重的那些傷風 那我都跟大家提過呢 在英國皇室呢 都一直採用同外療法的 嗯 其中呢 就 英國王子 查理斯王子 他每次出油呢 他一定會帶著一盒 隨身的 同外療法的療劑在身上的 是 那他說呢 他自己呢 經常用一個療劑呢 就是洋蔥 那知道呢 英國的天氣呢 是比較上是 濕動的 那很多時候呢 在這種環境呢 你可能呢 就凍親呢 就出現了 雙風啦 喉嚨很痛啦 那洋蔥的症型呢 通常呢 就是雙風流鼻水 那些鼻水呢 滴得很厲害 但是滴得呢 有一點點瘋的 令到鼻哥呢 看上去呢 就紅薄薄的 或者流出來的 那個上唇呢 都紅薄薄的 那還有呢 洋蔥的雙風呢 喉嚨痛呢 那種痛 是很撕裂的痛的 嗯 就是尖也很撕裂的痛的 那所以呢 在銅的療法裏面呢 我亦有一個療劑呢 是由洋蔥那裏製作出來的 那洋蔥除了一般的用法呢 在銅的療法呢 又很有趣喔 可以應用在什麼地方呢 是一個療劑呢 應用有些人切枝 那些 我們叫做Phantom Pain 就是那些 神經痛 是 因為呢 切了手術 切了切枝之後 那那個感覺呢 好像那個 那個手腳呢 被切的手腳還在那裏 嗯 我可以叫做鬼影 就是那些痛 就是痛的陰影 在那裏 原來洋蔥呢 也有幫助到這一種的問題 那當然呢 我相信我們都沒有什麼 不是很多機會 遇到一些人 有這種這樣的問題的 那但是如果有的話呢 其實洋蔥是一個 很好的療劑來的 好了 那最近呢 在網上 有很多一些的資訊的 那其中一個叫做美國國際醫藥研究院 那最近也都有一些資料呢 是講及呢 原來洋蔥呢 有其他的用途的 那其中一個用途呢 原來洋蔥可以改善睡眠的質素的 質量方面的 OK 那怎樣去做呢 有很多人呢 失眠的人來說呢 是很慘很慘的 那有些什麼可以嘗試呢 就是如果在家裡失眠呢 那試一下呢 就將一碗洋蔥 就是切碎了洋蔥 拿一個碗 裝了之後呢 就放在枕頭附近的 那原來呢 這個會幫助那個 那個失眠這個問題的 那 當然啦 就是失眠的原因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 有些事情擔心啊 或者很多憂慮啊 那這些當然是一個影響的因素 那為什麼洋蔥會有這些作用呢 我相信我暫時都沒有資料說 就是為什麼會幫助失眠呢 那我大家知道呢 洋蔥有一種 有一種洋蔥的洋蔥素的味 那洋蔥都有 因為這些味道都是跟那個硫磺有關 那所以可能這些這樣的味道呢 是會影響我們身體那個 睡眠那個機制 那大家不妨試一下 如果真的失眠都很嚴重 那那試一下呢 如果手上什麼都沒有 沒有什麼工具呢 可以切碎一碗洋蔥 一隻洋蔥 切到粉 切到一粒粒碎 拿一個碗裝在這裡 擠在枕頭邊 那我也都聽過 以前的人都說呢 哦 這樣把洋蔥倒在那個枕頭下面都可以 那當然那個味道就在那個枕頭那裡 是啊 你要慢慢去洗的 因為很明顯呢 那個效果呢 都是跟那個洋蔥的味是會有關的 好了 那洋蔥除了這方面之外 還有一個幫助是什麼地方啊 原來洋蔥呢 可以幫助防止蛀牙哦 哦 那那 我們起碼在表面看到 就是我們 那個洋蔥是殺菌 是吧 那我也都知道呢 其實蛀牙呢 都是跟我們身體牙牙 就是牙的環境呢 就是牙的環境呢 有些特別的菌有關的 是 有5%的人呢 是不會鑽牙的 就是不管你怎麼 不測牙啊 不做什麼都不會怎麼鑽牙的 那就是 但是有些人呢 是很容易鑽的 那這個有一種說法呢 跟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牙裡面 有一種菌是有關的 嗯 那應該呢 這個 就是平時每天吃 吃半隻洋蔥啊 生洋蔥呢 就可能將這些的 不好的那些 就是蛀牙的那些菌呢 可能呢 是消滅了它 那這個原來呢 每天吃半隻洋蔥呢 生洋蔥呢 也都可以幫助我們 防止蛀牙哦 OK 好了 那 還有一個做法呢 就是那個 辟除異味哦 奇怪 為什麼辟除異味呢 我經常說的洋蔥很多味的嘛 嗯 是不是 本身有一個異味的來源 那為什麼可以辟除異味呢 那很多時候呢 我們雪櫃裡面 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食物的 那有時候都難以避免呢 有些就是異味出現的 那如果我將洋蔥呢 切片呢 就是雪櫃裡面呢 不夠半天呢 這些異味就會完全消失了 嗯 哦 這個東西都可以值得試一下 是 就是拿個小碟啦 是不是 將洋蔥切片 那整個片 這樣就會將那個 可以辟去 雪櫃裡面 食物那些 那些異味的 好了 那除了這個異味 可以在雪櫃裡面 辟了之後呢 也都有時候 有些人呢 會不會在家裡 就是重新裝修啊 重新 就是 游過灰水啊 那其實這些的 化學味道呢 其實都挺重的 OK 那原來我們可以把洋蔥呢 也都切片 成兩半呢 真的在室內裡面呢 可以很輕鬆地呢 將那些油漆 那些長的漆素的味道是辟除了 這是一種辟味的效果 好了 還有一個功用途 大家可能都未想過的 原來可以拆兩個皮鞋 真的未聽過 這個 真的未聽過 那當然了 什麼情況之下呢 那些人可能不喜歡用那些化學的牙膏 那些鞋膏 有其他很多化學東西來的 那當然了 那如果那個鞋本身的 那些顏色都未曾退的話 你不需要用新一層的牙膏 那個牙刷呢 那個鞋刷呢 鞋油呢 就壓上去的時候 那可以嘗試代替了那個鞋油的 那很簡單而已 那些洋蔥呢 肉厚啦 多汁啦 那可以來到吃 抹一抹 就是抹了那些皮鞋的皮 抹完之後呢 再拿一些布 就抹了一些多餘的水分呢 那發現呢 那雙鞋呢 好像新的鞋一樣喔 那這件事呢 大家可以不妨可以試試 就是始終是一種天然的鞋油啦 是不是 好了 那還有一個工具呢 原來呢 那個洋蔥可以預防的 那當然呢 我們現在很多的刀呢 已經是不鏽鋼啦 那也都有一些刀呢 是用那些 用那些 即是一種塑膠片的 現在新的那些 很厲害的 是特別的膠料來的 那但是也都 我們也都會用一些 古代的那些刀呢 是一種鐵鏽刀的 就是很重的那些刀 是一個鐵刀來的 那這些刀呢 在一個潮濕的環境呢 就很容易生鏽的 那好啦 那如果我們平時呢 在用完這些刀之後呢 拿一片細細的洋蔥片呢 就來擦 即是拆磨這些刀鳴呢 就其實可以呢 就令到這些鐵的刀呢 是防止它生鏽的 好啦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有時候呢 我們要清潔爐燥啊 或者燒烤爐啊 這樣 那用了之後呢 其實呢 我們當然了 燒烤爐 我們有很多的食物的渣在這裡 第一時間才用那些火呢 即是把它燒乾了它啦 燒灰先啦 刮掉它啦 那跟著呢 就可以用洋蔥呢 來擦那個那個燒烤架的喔 那這個呢 很快呢 將燒烤架的污漬呢 就很快清除了的 那它的清潔呢 原來是這麼好用的 好啦 那但有些人說 嘿 切洋蔥很辛苦的 眼淚水都流了 是啊 鼻孔呢 拿到鼻孔 原來出鼻水啊 眼水啊 那其實我有些什麼可以做 可以減低這個問題呢 那原來很簡單的 只不過將洋蔥呢 就整個放在那個雪櫃的冷藏裡面 那個冰櫃裡面 那給它大概15分鐘之後呢 就拿出來再切 那這樣就不會太刺激了 那但是還有一個可以做的呢 就原來洋蔥的根部的流化蜜呢 含量是最高的 那所以呢 你切乾的時候呢 就盡量就不會一刀就切了 那個底層的那些流化蜜裡面 那令到那些揮發蜜呢 就拿到你的 那所以那個切切到最後才切 切後面那些啦 那這個也是一個方法來的 好啦 那洋蔥相信大家都認識啦 也都經常有機會吃得到用得到啦 那我有些什麼的 就是在選擇洋蔥呢 其實我有些什麼做得呢 那我們主要呢 都要看看那個那個羊毛啦 是不是 看看洋蔥表皮有沒有些磨擦 擦傷了 我昨晚呢 就去超市買東西 那麽呢 就買了一些洋蔥頭 那你知道啦 我們拿東西好死 很大意的 我拿了之後 那去到檔檯呢 那個那個姐姐就說呢 那這個洋蔥頭裂了 爛了 她叫我 那是嗎 那我拿了 因為洋蔥頭黑的 那你看不到那些裂痕的 那我慣了 那她叫我去換了 那我想這個 這個這個 那個售貨員呢 在一個檔檯那裡 都幾幫我的 那我就有問題了 那下個怎樣呢 下個又拿到了 是不是 那她就我當然了 我聽她說呢 馬上就換了它 那就是其實選 選水果選蔬菜呢 其實它的表面是很重要的 就是先看一下它 有沒有擦傷的痕 有沒有特別乾 乾真真的縮了 結不結實呢 就是手裏面呢 覺得夠不夠重呢 就是沉重 就是水分還是高呢 那就是一個優質的洋蔥 是 那好了 那洋蔥呢 可以這樣說呢 是好處呢 就是很多的 那尿用的方法也都很好的 那我以前可能都沒有想到 我怕原來洋蔥呢 是有這麼好的用途 嗯 謝謝袁醫生的分享 如果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電話 和袁醫生預約會診 2577-3798 可愛的聽眾 也可以用Skype 和iPhone的Facetime 和袁醫生網上會診 可以E-mail去 cssatnaturalhealing.com.hk 那裏預約 如果想聽回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或者上去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與你 就可以看回我們的節目 謝謝袁醫生 謝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 陸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 www.healthshop.com.hk